行善不落人后 日系企业台湾产金公司 从2015年开始 每年都会固定的捐赠一辆救护车 而在今年他们来到了花莲 特别透过花莲施工所作为媒合 计划捐赠一辆救护车 给花莲县消防局 在日前台湾产金公司负责人 也来到了花莲 拜会市长魏嘉贤以及消防局局长 三方就捐赠的内容进一步的详谈 希望能够为花莲的救护品质增添力气 台湾产金公司从2015年开始 每年固定都会捐赠一辆救护车 至目前为止已经捐赠了五台 分别是给高雄 台中 彰化 台南及新竹 而今年是特别来到了花莲 在花莲市公所的媒合下 台湾产金公司在日前 拜会了市长魏嘉贤及消防局长林文睿 希望三方就捐赠内容做进一步洽谈 市长魏嘉贤也表示 希望有更多三星企业能够将资源引进花莲 协助花莲在各方面都能有更完善的装置设备 我们历岛先生董事长特别率领他们团队来到花莲 那主要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最近来花莲一次 那最主要是要来捐赠一台救护车 那今天也是我们协调了花莲县政府的 我们消防局林局长来互相来沟通一下 有欠缺的相关的一个医疗方面的一个东西 那尤其在特别在救护车上面 特别为了花莲县来做相关的一个设置跟打造 那在会议当中也提到说 未来有可能会朝向防疫的方面的一个救护设备来走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个设备如果增添以后 能够让花莲在防疫还是救灾方面能够再升级 那我们前线目前有三次起步救护车 我们在救护车大达连线就必须是台湾 那公务机关的预算可能没有办法满植到这么快 如果没有满植的话可能就会演绎使用 本来7点要台湾了可能要到小年10点这样 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那个 我们花莲市市长卫市长来签这个线 台湾产经公司指出 今年要送给花莲的救护车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国外许多产业停摆 导致救护车的捐赠时间将会延至明年 这也让企业有更多的时间 请厂商演你更好的装备 希望全球能尽快走出疫情阴霾 也感谢花莲人让台湾产经有回馈社会的机会 记者 许立晴 花莲市报道